我们在一些香港黑帮电影 尤其是七八十年代里 经常能够看到 四二六 作馆 先生 双花红棍 扎纸等 三合会专用的名词 由于这些词汇源起于鸿门文化 因此一直带着神秘光环 也吸引着不少喜欢亚文化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深入 进入浅出的来聊一聊 这个神秘的三合会文化 先从组织架构与直级开始吧 字投与堂口有何区别 相信大家一定看过 刘青云主演的 《一个字投的诞生》这部电影 刘青云饰演的黄阿狗 历经了九死一生 才得到了其他帮派的认可 允许他自立一个字投 也就是一个帮会 简单来说 字投相当于一个集团公司 较有势力的会成立多个等同于堂口的分公司 489乡主 21底 在某些鸿门组织里 乡主是一个拥有很高地位的职位 例如陆鼎记里 陈浸南授予伟小宝的青木堂乡主之职 视为青木堂的精神领袖 简单来说 乡主有些类似于欧洲的教皇 在一些重大仪式里 必须要有教皇的参与 连国王也要由教皇为其加冕 在三合会里 乡主是负责职员入职 职员升迁的仪式 传授邦会文化和规矩 鸿门文化里用了一首诗 来解释该职位的职能 489职 21职 开山乡主 统群英 坐镇汉林 陈浸南 教读红儿 千万千 虽然乡主地位高 但必须在红棍的邀请之下 才能主持仪式 结束后领红包走人 另外根据组织结构与性质的不同 有的字头 只有一个掌握生杀大权 且可以世袭的最高领导 489 而在有些字头里 489只是众多堂口选举出来的 不具备实权的精神领袖 一个代表人物而已 与新一安的龙头相比 有着天壤之别 古惑仔漫画的作者 牛老也对该称谓 做出过解释 现代社会的489 只不过是社团给德高望重的前辈 颁发的一个荣誉 类似电影圈的终身成就奖 没什么实际意义 438 二路元帅 十五底 网上一些资料显示 三合会的二路元帅 等同于富帮主 另一种说法则是 二路元帅 等同于鸿门内巴堂 至于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目前唯有资料可证实 不过 鸿门用了一首诗 来解释该职位 438 直为先锋 挂帅 征青 富家邦 一白 二黑 三碧黄 四绿 五黄 十五宗 古货仔漫画的作者 牛老也对该职位 做出过解释 438 产生的方式 与489 一模一样 都是一种 能证明江湖地位的 荣誉称号 两者相比 就如同金牌 与银牌的区别 426 红棍 十二底 红棍 金牌打载 元帅之职 曾经是三合会成员们 梦寐以求的职位 可能如今也是 鸿门有诗 此棍 出在宝南山 五祖流传 定打官 专打 红家 不法子 108 定江山 从诗句中可以看出 红棍 具有实际的执行权 但凡升职成为红棍 不仅能够开堂收入 还可以自行处理一切事物 七八十年代 在江湖上 若有过红棍的职位 足以证明 此人是个真材实料的猛人 为何红棍是十二底呢 因为红棍象征 十二地支 蕴含支援支配的意思 是天干的力量源泉和根基 至于双花红棍 一个说法是仪式上红棍头戴 龙眼双花 因此又被称为双花红棍 另一个说法是 来自新义安的乡主 严成 一个社团的红棍 为其他社团立下大功劳 该社团的龙头再为其扎花 即为双花红棍 简单来说 红棍相当于一个公司的部门经理 实力强大 可以担任座管 如同公司的CEO 四一五 白纸扇十弟 白纸扇军师之职 象征着十天干 又称师爷或先生 能升职成为白纸扇的人 通常是食脑型的人物 熟悉江湖规矩 鸿门有诗 白纸扇为管文书 牧羊城内福公主 管理两经十三省 官职居定四一五 白纸扇管理帐下的草鞋 在社团纠纷问题上 通常由双方白纸扇带领草鞋 摆台讲述 此为文斗 白纸扇言出必行 金口一开 四马难追 谈判成功与否 白纸扇在场 不得开战 牛老表示 白纸扇在圈内受人尊重 在仪式上扮演着先生的角色 如果没有白纸扇 则请熟悉仪式的叔父辈来担任 简单来说 白纸扇相当于公司的企划 公关部经理 四三二 草鞋 九底 草鞋代表着九宫 将军职位 鸿门师曰 草鞋本为五条龙 要把鸿家信息通 鸿家写来无更改 铁板通知 尽是鸿 由此可见 草鞋是负责联络传递信息的工作 还包括负责吹击 带兵打仗的任务 在仪式上 通常有草鞋 赞代四三八先锋 代马入城 能够升任草鞋一职的人 通常在江湖交友广泛 同门兄弟能及时提供救援 并非一些黑帮电影里的 文也不行 武也不行 才升职草鞋 现在社会中 任职草鞋的人 一般只用大底 来表示自己的身份 简单来说 草鞋相当于 公司的市场兼安保部经理 总之 红棍 白纸扇 草鞋 都是对社团有功劳者 才可以获得此职位 四九仔 普通职员 四九代表着三十六天刚 虽然一个字头 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 是四九仔 但他们绝对不是 企业咖啡 因为四九仔是通过入会仪式 加入帮会的正式成员 有老大 有老鼎 换言之 既是有了师承 一切由老大罩着 江湖上有句话 三年不扎老四九 在三合会里 升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十个古惑仔 九个老四九 不过出来混 靠的不是职位 而是一个钱字 没钱没事 什么棍都没用 最后有人会问 为什么职位代号 都是四开头呢 因为包含着 四海之内 接兄弟的意思 这一套文化 据说是陈浸南 根据《易经八卦》 创造出来的 但由于分支众多 发展方式的不同 又产生了许多不同的鸿门文化 其中三合会是个异类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